大爷 你有没有听说过上海的佛老院 养老院那个事情 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上海有个养老院 上海不约疫情吗 有个养老院 有没有听说过 不是有个人 有个老人把他送到殡仪馆 准备火化 当时有人看到 活着吗 这个事你有没有听说过 可能还有点生命气息 他把他送到殡仪馆里面去了 这个手机里面的啥都有 你对这个事有什么评价的 说一说 这个事你觉得 谁出大了也不知道回事 有的时候他没有速透 还没死透 他还在这边车轮着 可是这 用力要扯钉去玩 他死亡了 这对腐蟹没有人 这个事 这个事到底怪谁了 对 这个医药怎么办 这个城上没有医药 你说死亡证明吗 他主要有一个基础 有个死亡证明 死亡他有个健康 一个表情的 你没读息了 你心脏不调了 我给你拿一把 你拿一把 必须在医院里 开个死亡证明 然后才能拿到火花 拿证明吗 是他们医生得看的 要他们就紧了 没有死亡证明 是不能去火花的 是吧 嗯 这个有点 手机里你们心脏 可以看到 哦 是是是是 毕竟是医疗扰命的 嗯 你学习最大 还没办法学习 他考虑 嗯 但是这些孩子很少 嗯 那那 那作为我们这个 平民百姓 您对这件事觉得 怎么看 你对对的是 这个医院的医院 这个事是偶然 是个偶然偶然发生的事件 他们医院要陪伴 就是你 你知道这个事这个 去查清楚 该诚的诚该讲的讲 也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 他要陪伴 陪伴 他就愿意去这样 医院里有这个 这个上厨了 在 那怎么看 医院该陪伴 哦 医院陪 医院陪伴 医院陪伴 啊 可是你如果作为那个老人的 这个 这个家人来看的话 这个事就不好看了呀 嗯 是啊 他还没口花 要你口花 那么他要你陪 我本人就好多 你这个当私生 造假的 我都要陪 嗯 不过他年纪大小 嗯 可以起码要进行 是是是是 真的是 也也幸亏那个 冰淇草的两个人 有看到他还有动静 谁呀 谁又在这个小鸡里边 那是谁都有 哈哈哈 没很多看不掉 这人 看到有动静 他发现如果 如果当时他不动的话 就麻烦 对了 对了 所以这个养老院 大爷你觉得你要老的 你要不要去养老院 养老院 我自己家里好好的 生人也有 老板也有 是是 但是你看你总有一天 手脚不变的时候 你不可能 你一直手脚不变了 你手脚不变 他不用去哪里 你手脚不变 起床啊 吃烧饭都过来的时候 你总要想个办法呀 要么请个保姆来养 对 请个保姆来养 请个保姆来养 还要自己养 那你 现在这个保姆啊 这时不太好 那你怎么 那你总要养老院 那你进养老院 要么跟子女都在一起 总要有一个人照顾 你到老一年年 总要有一个人照顾 他们有护理啊 那你 那你将来总要有人 能照顾你 那你们进养老院 你不可能 一直都能照顾自己 你自己照顾自己 那不可能的 你到一百岁或者一百一十岁 你怎么可能还自己照顾 说不清啊 说不清了 他跟你 假设你 你不把我给你委婉 还给你好好 他这个人 又这个人 哈哈 你爱这个人 爱这个人 哦 这是他不愿意味着 请保姆也不行 终于女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将来 还是靠自己啊 怎么办嘛 他一样的 他自己无论 说不定 他不对你 他弄得好 弄不好 就是他自己 你也不做到 做到 你 你最懂 你能 还有些他自己 像这么人 你穿上那 他自己给你 打个资料 你也不会吃饭 你也不会啥 啊 怎么就 就像这样子 你也不会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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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